女士 那個貓麥克風 哇很可惜秦藝人不在現場 蠻希望 蠻希望 蠻希望他能夠在現場聽的 好 我們居民已經 無數次的體系 建言 台北市政府 不論是活動斷層 或非活動鑽層 斷層就是斷層 在專家連這個地質 調查所 都建議我們要避離 因為即使是 臨近我們的日本 他們的科技 比我們先進很多 他們現在的工程技術 都未能夠 還沒有辦法完全克服 斷層帶上地震 所造成的破壞 所以我們 臨近的居民 一直以來都希望 這塊廣池園區 是斷層帶上的廣池園區 能夠成為 把它建設為 臨近居民 防災避難的園區 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政府 正確的做法 是應該把這一塊廣池園區 規劃在成為 是臨近居民的 防災避難所 那在 要蓋工營住宅 應該是在 沒有斷層的地方 去蓋工營住宅 才安全 那現在 以前不知道 這裡是斷層的居民 那是沒話講 因為以前不知道 現在在斷層帶上的住戶 應該搬遷到 沒有斷層帶的地區安居 所以廣池園區 因設為 臨近居民的 防災避難所 下一張 謝謝 現在廣池 這一塊 黃色地區是 斷層帶 然後 後面這些 並不是 北側並不是 斷層帶 那 我們想問 請科士府團隊 回應我們 為什麼他把決策 在斷層帶上 蓋上 工營住宅 在安全的 沒有斷層的地帶 把它變成是 綠地 那 將來要住進 工營住宅的人 他們的生命安全 怎麼去考量 現在都發局 有兩位長官在這裡 那這是你們規劃的 我們希望都發局 要對市民做一個說明 下一張 謝謝 其實市政府是有選擇的 南港的人口密度低於信義區 南港公園也很大 為什麼不把公營住宅 蓋在南港公園呢 為什麼要把公營住宅 廢掉我們廣池四一山公園 然後把公營住宅 蓋在廣池四一山公園 一個有斷層的公園 另外呢 我第三個問題要問的是 同樣是台北斷層經過的安康公園 還有廣池四一山公園 還有現在的向山公園 安康他們的地價都比福德街高很多 為什麼安康公園可以保留廣池四一山公園 就要廢掉 然後去蓋公營住宅 請市政府告訴我們 你的決策是怎麼做的 謝謝 第四個問題是 這一帶呢 斷層帶是靠福德街廣池的南側 你們的規劃是在這裡去蓋商業區 還有老人養護中心跟弱勢生臟者 遇到有災難的時候 這些人逃難不方便 商業區很多人 這些到時候政府怎麼去 面對這樣的情的後果 這個跟上面講的 安全的地方 你把它規劃成60公尺的律地 然後不安全的地方 有斷層的地方 把它蓋成是公營住宅 請市政府解釋 下一張 謝謝 好 現在呢 網路資訊很公開 每個人都很容易去得知說 廣池公園上面有斷層 你現在蓋了公營住宅 當你公營住宅完工時 沒有人敢搬進來住 廣池公營住宅變成了文資館 請問市政府 請市政府回應 你的決策實務 浪費了公堂 誰來負責 下一張 謝謝 但是還是再重複說 斷層就是斷層 就是應該要避離 那請問工程設計 現在已經發包了 之前還沒發包前 我們一再的提醒 一再的要求 把這一塊地 廣池園區 設為鄰近居民的 房災避難住宅區 那現在市政府 不管我們的呼籲 不聽我們的建議 好 你們已經發包要蓋了 那我請問你 你的工程設計當中 有哪些是對應斷層的 一些安全措施 請你公告給大家 這個是大家都共同關心的 那市府團隊 如何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能夠避免傷亡 下一張 謝謝 同樣的 除了在施工的時候 你們有一些 空污啊 還有這些噪音的監控 那我們想要說的是 希望市議員們 能夠幫我們市民 爭取到說 這些空污跟空氣污染 跟這個噪音的影響 是由市政府編預算 由市民去研聘專家 來偵測 而不是 求員兼裁判 你們自己 市政府 自己去編預算 自己去找人 來監測 然後就說 OK 一切都很安全 所以呢 我們市民根本是 我們市民根本是 完全沒有 沒有說 自編的地方 所以請 陳奕輝議員 李主任 把這一件事情 列入紀錄 然後我們希望 真的能讓我們市民 很放心的說 這個第三方的監測單位 是可以信賴的 而不是市政府 自己自圓其說的 OK 接下來呢 在過程當中的空污跟噪音 我們需要有人 有專家 第三方專家來牽涉 在完成之後 在過程當中 這個整體的計劃 還沒有完工之前 我們希望市政府 應該要提出 這個完善的災難疏散計劃 救災計劃 那剛剛 這個工程公司 有報告說 會有一些演練 那請問演練 是你們的工程團隊的演練 還是我們周邊市民 也有機會配合演練 因為災難的發生 可能不是只有工地地區 我們鄰近的居民 也是會面臨張瀾 需要疏散 所以整個都發局 您在規劃這一部分的時候 請問您有把工程期間的災難疏散計劃 工程完成後的災難疏散計劃 以及救災計劃完成了嗎 這個請都發局 北市府都發局請你回應 我們最在乎的是 災難發生的時候 如何避免傷亡 OK 下一張 沒有 謝謝 謝謝 謝謝您提問 對不起 我要說的是 請你一定要回應 而且要書面回應在網路上 謝謝 有關這個監測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先編列預算 請了一個專案管理 以及這個監照 我們會對同胞商在施工中 所有的污染空污啊 或者噪音這部分 我們會請專管他監照這部分 來監測 有關這些規劃 剛才這位小姐問的這些問題 我們先請我們的專管 楊建築士這邊先回應 反正有關那個避難 好所以再請這個頭包商這邊 楊建築士這邊 剛剛這位女士有提到這個斷層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很多次的說明會上都有做過說明 就是說我們的結構設計形式 都是以坐落在岩盤上為主 那就是避免說 確保整個建築物的一個承載力 那有關這個斷層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好像斷層是集中在南側 應該說破碎帶集中在南側 但是實際上我們公宅是 大概是在這個斷層帶的北側一點 那不會是直接坐落在斷層帶上 那有關這個商業區跟避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整體規劃上 那原本的一個商業需求 在後來跟各個局處這個訪談之後 整個的商業需求其實降到最少 就是說我們商業 商業幾乎是沿街的一個小店舖而已 那主要是會以這個公宅 以及社會局的一個 身心障礙的照護這個需求為主 那我們針對這樣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避難需求 我們是要求這個頭包商在 每一層的一個避難設計上 是以水平的逃生為主 就是不是傳統這個爬樓梯的一個 逃生的方式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是有利於 所有的這個消防車來去 究竟的一個救難 以上我先簡單回應 謝謝 謝謝 謝謝劉佳姐 那現在我們董包商 就是負責整個案子的建築物的設計 還有施工 那在結構設計方面 我們當然是採用國內 最符合法規最嚴謹的規範來做設計 所以我們的基裝都是升到岩阪 然後我們用法式基礎的方式 來做這個建築物 那基本上我們的結構設計 還要經過結構外審 還要取得耐震標章 這兩個審查都是有專家學者 他們在做一個非常嚴格的打寬 所以我想我們對我們的建築物 是非常有信心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 公營住宅如果住了一萬人進來 如果公營住宅住了一萬人進來 如果地震發生了 這一塊地上會死多少人 你們有預估嗎 然後這塊地上能夠 你們的工程能夠避免死傷多少人 你有這方面的數據嗎 請說明 謝謝 我們的結構設計 一般各位 各位靈 你們在住的時候 現在的房屋你們住的 它的地震力 用圖係數都用1.0 1.0就是一般住宅 但是我們的公宅 用圖係數是1.25 就是把地震力放大了25% 所以說它的設計 那設計在結構上 當然相對的會比其他的安全很多 因為我們把地震力提高了 用圖係數提高了25% 我需要的數字是1萬人 你這我需要的數字是你們要做一個評估 就是1萬人住在裡面的時候 地震發生的時候 預計會有多少人死傷 預計有多少人 對這個我希望你們能夠做這方面的評估 好那請你就錄出文字 不是你要說評估 我沒有辦法去給你評估這個事情 那請你落指文字喔 謝謝 沒有人死亡喔 好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才檢報過程 我們有看到那個在演練 那演練是我們在施工過程中 施工人員 就是說遇到有什麼緊急的狀況 比如說發生火災 或者是發生什麼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救難 怎麼去疏散 對於施工人員 當然將來市政府這一邊 每一個幫助期 我們也會配合市政府 做相關需要的一些演練措施 那我想我們同胞商 就是先回應到這裡 那如果在施工期間發生了地震 那我們附近鄰居的居民 有什麼救難計畫 本來這是一塊空定 對對不起 我覺得你要回應得清楚 本來會耽誤其他人的時間 好 那我是下一個 那讓他先問問 對對對 他們同意 我也要問 好 我想說 主席是不是可以說 他的那個 書面 既然有書面資料 那我們是不是針對書面的部分 做了 那我現在的問題 就請你把它落足書面 然後你在書面回應 OK 可以留下書面的資料 那我們 如果答詢有比較不足的地方 我們用書面來補充 這樣不曉得 劉小姐這邊是不是 好 那我就提出書面的詢問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